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我们好孩子的时候 今天讲两宗新闻 一宗新闻就包含了整个国际 一宗新闻就包含了整个香港 大家知道 仅是讲俄罗斯、中国和乌克兰 还有老美、欧洲 讲完 第一宗新闻就是国际线 第二宗新闻就是香港线 香港线看牌已经有时间讲了 今天不知道一个小时能否搞定 尽量吧 A军B军晚上好 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先去国际线 恭喜发财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提前星期 人一 初七、人一 没错 出街的时候应该是初九 初八 初八 星期二是早一天 不要隔这么远 一天差很远 最近真的差很远 因为A军明天没有空 所以我们提早录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提早开始 为什么提早开始呢? 星期二开始 没办法 如果不是平时正常来说 我还是维持星期三的 尽量维持星期三 今天要谈 今天要谈的时候 今天星期有些事情 平时也是星期三的 所以我们星期三的节目 稍微再调动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要谈的时候 一个议题很简单 现在中俄联合声明 究竟搞什么? B君 你做最多功课的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有什么看法? 是的 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其实大家知道的是 普京应该都差不多一年多两年 没有亲自见习近平 两个朋友趁着 冬奥运动会的时候 大家来搜索一下 看看开幕 然后上次聊天 忽然几乎好朋友 因为这次 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就很厉害了 他们这次这个声明 涵盖了很多的议题 包括就是 北约、AUKUS、美国、化母、新冠病毒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的东西等等等等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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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其实今次的这个中俄联合声明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 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是要讲民主的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我们要促进和保障民主 和国际社会共同事业 这个民主最重要的就是 当然令到我们人民有利 这个政府也是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体现了公民的需求和利益 这个除了港民主之外 还有合作就是打疫情 又要搞一带一路去合作 又要打这个大欧亚伙伴关系 总之合作一起赚钱 一起发展 一起搞交通 一起搞这个 对付这个气候变化 还有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 那么现在呢 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又在这里说 就说我们要解决 就是我们要 希望呢 希望呢 美国 麻烦你减核武 全世界最多核武的就是美国 而美国现在不做事 也都在这里说呢 美国 英国 澳洲呢 搞这个AUKUS呢 其实呢 是危害着世界和平的 因为呢 AUKUS里面 美国要将核潜艇交给澳洲嘛 那么这个是违反了 核不确散条约的 那么呢 美国又离开了这个中度条约 那么搞 就是在这里 美国在这里 自己在搞军事化 那么其实对全世界呢 也有害啊 嗯 那么中俄那里呢 就继续说 我们要支持联合国啦 很重要 一起支持联合国 一起呢 打造这个国际化的互联网治理体系 也都呢 要继续奉联合国 为大佬 就是联合国是最高的 我们大家一起支持这个联合国 嗯 那么呢 总之 这些国际合作一大堆了 但是呢 最重要呢 有几样东西呢 最重要呢 就是呢 中国也都签署了15项合作的文件 那15项合作文件呢 嗯 那我最重要最重要的合作呢 其实就是那个能源 嗯 能源 那就是呢 在这个继续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呢 就一起合作去 去建油管呀 继续中国 繼續買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而這個貿易額 希望中俄的貿易額在2024年的時候 貿易額會達到2000億美元 而這些合作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中俄的貿易不再用美元 主要會用歐元 歐元這件事就很重要的 因為歐元原來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 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的主要貨幣 接近四分三的貿易額都是用歐元去結算 不是用人民幣 不是用勞報 也不是用美元 是用歐元 而這次中俄的貿易協議 裡面也說到我們中俄的貿易主要都會用歐元 這件事比較神奇一點 因為這幾年來一直在說我們人民幣要國際化 要跟美元去 有些人在說人民幣要國際化取代美元等等 但是這次中國和俄羅斯的合作是用歐元去結算 擺明是寫個球給歐元 我覺得這件事就非常神奇 我差不多講到差不多了 我再交個球給泰瑞翔 A君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用歐元這件事 其實這個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我想請教一下你 不要這樣說 其實大家互相分享一下意見 因為坊間也有不少分析走出來的 有些人就說要純粹推銷 移動歐羅或歐元的地位 反而A君沒有看到這個世界這麼無端端 可以送這樣的叉燒給你 叉燒是要自己買才行的 沒有人家送給你這麼好 所以A君反而想到一件事 剛才第一件事就是B君說了 兩者即是中俄 其實不少的貿易都是用歐羅去結算開的 如果這次大家簽的 你說用盧布的 那又好像 大家的心不是那麼踏實 但是如果用人仔的 那又好像你全都一樣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賓就在烏克蘭那裡 就所周知 現在就罵到火紅火綠這樣 一時又說 注冰在那裡 一時又說 哎呀他們沒有意去動的 那又來來回回猜了很多場球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 涉及到不同的人員 包括了最重要的當然是俄羅賓 還有歐洲那麼多位兄弟 主要就是法蘭西和德國 當然還有烏克蘭和魯美 在這麼多個不同的角色之中 最想動手的當然是魯美 在這個時候 如果俄羅賓在這麼重要的時間 哎呀我打一張很快給歐洲 嘩 在這個情況下 會出善意啊 哎呀 歐洲可能未必會這麼容易 去跟老美那邊 這不是A軍過於樂觀 而是A軍也發現 過去那段時間曾經有說過 就是法國、德國、俄羅賓和烏克蘭 四個國家已經走過來商量了 但是商量商量 每當苗頭好一點的時候 老美就會有很多新聞出的 有些新聞 例如最經典的2月4日的新聞 大家記不記得嗎 阿Sir 你說吧 是 2月4日的新聞 2月4日的新聞就是 無端端 有單彭博社 竟然爆製了假新聞出來 說俄羅賓已經動手了 後面彭博社仰仰雖雖的說 我搞錯而已 可以留意 可想必要一人 由頭到尾不斷 是ربate 不要留意 就是inho 而已 那一邊去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Agon都經常說一句 老美這樣做的就是 打板板的地方是在歐洲 或者在烏克蘭 但是傷的當然是歐洲 至於贏了的就是老美贏 輸了的就是俄羅賓 結果到最後歐洲什麼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下歐洲最不想打 最好就維持一個 例如烏克蘭大家都不要再駐兵的局面 反而對它最有著數的 畢竟是和平共存 到最後沒有駐兵的 都是廢了烏克蘭報功 又不是廢他們 所以這真是歐洲最想見到的情況 但是這個世界除了漢奸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叫做歐奸 大家看到最積極配合老美的 就已經是歐奸 那些如果是歐奸 最好的方法對付他們是怎樣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整塊錢扔過去 整塊錢扔過去 那些歐奸就沒有發出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歐羅不斷扔過去 哇幾千億啊 不如這幾個月 不要幫他老美那麼盡 那就過了幾個月 就是這幾個月了 把兩件事拉起來 阿Sir你又怎麼看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有一點點不同 我基本上認同大家的說法 第一 無論歐洲 俄羅斯 或者烏克蘭 三個國家都不想打 因為絕對 我們之前已經有個看法 如果你想打 其實的時候一定會快速的 就不用在邊境上高 部署這麼多的士兵 是不是 還有現在打的時候 虛張聲勢 但是不排除拆槍走火 拆槍走火很難說 但是可以看到 這三個地區 就不想打的 那這次的時候 其實整體化 就是說去美原化 去美原化 有個最重要的問題 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整體看到 就是對於 我們現在世界上高的 美元的問題 其實美國很想維持著 它霸主的地位 那其實 就是整體上高 是北約上大 但是北約也是老美主導的 就不是歐洲各國國家主導的 那所以的時候 在這次整個 就是中俄的聯合聲明裡面 提出的很多事情 還有的時候 在這個 一萬噸的石油 和很大量的天然氣合同裡面 這個簽約 是用歐元計算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我們其實真的 不想走單邊的 我們想走一個多邊的 什麼叫做多邊呢? 多邊的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很希望 大家一起共贏 不是說我中國獨大 或者俄羅斯獨大 你不要在我家門口 設這麼多導彈 武器在那裡 其實就已經OK了 我不是說我要去侵略你的國家 烏克蘭根本不是我侵略對象 侵略你有什麼 有什麼好處呢? 那就挑起戰火 其實現在疫情過後 大家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呢 令到疫情過後的時候 大家經濟就得以復甦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俄羅斯 大家知道打仗 沒有人是贏家來的 為什麼我要再繼續打? 但是老美當然想打 因為打的時候 不是他自己動手 他自己是旁邊堂邊殼 鼓動你 我給武器給你 你就動手 所以他最想呢 就是挑起一些事端 令到戰爭可以發起 所以德國不是很醒目 德國說我派醫療過去的 你不要想著我派什麼軍隊 武器過去的 那這些呢 就是德國的醒目了 還有這次呢 其實我覺得 對於歐洲來說呢 他真的要想一想 是想共贏啊 還是要發動戰爭先 那整體來說呢 我也是極度相信呢 會有些人呢 希望發國難財 或者發這個戰爭財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對他來說 這些是他才是最大的得益者 如果他們在這個層面上高 拿到好處的話 我相信呢 戰爭就很難避免的 但是根據現在這樣的形勢來說呢 就是大家 你真是想心一塵 你想賺錢 還是想去戰爭呢 那我相信呢 賺錢那個呢 起碼會走得比較 就是大一點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向我們都估計 如果這次 中國和俄羅斯去簽約的話 喂 老虎蟹都用人民幣了 是不是 怎麼會用到歐元呢 歐元根本呢 就是其他國家的貨幣 是不是 但是呢 用歐元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展示出 喂 其實 俄羅斯 是歐洲的一部分 這四十 四百八十億 立方米的天然氣 和一億噸石油的 這一件合同的事呢 其實 最重要呢 就是說 喂 大家共贏而已 我用你這個貨幣 你也有好處啊 你也可以制衡美元 令到美元 令到美元 沒那麼囂張 是不是 你成立這個 就是歐盟 其實最主要 建立歐元 這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都想在國際上 拿到話語權 這個才是個重點來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不知B君怎麼看呢 我再想多一層 就有少少陰謀論 除了剛才 大衛Sir和B君說得非常之好 就是說 我們 中國和俄羅斯 交易 共歐元 就令到 歐元的地位提升 也都是幫助到俄羅斯 告訴歐洲 我聽 我貿易 我買天然是買石油 我都是用歐元的 就是我和歐洲朋友 我和歐洲朋友 就是說我不想打你 因為我沒有理由 我拿歐元的時候 去打烏克蘭 打烏克蘭幫 就是搞壞歐元 搞壞自己的貨幣 現在不會的 所以 就是中俄貿易 用歐元 是釋出一個善意的訊號 給歐盟的 但是 除此之外 我覺得 還有一個 一石二鳥 甚至乎有少少陰謀論 衰些 那句話 其實 就是中俄一起用歐元的時候 它是想 就是捧高歐元 令到歐元 長遠來說 甚至希望 歐元取代美國 成為新的國際貨幣 那 那 以往的時候 美元之所以 能夠成為國際貨幣 除了是因為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 贏了之後 好打得 很有錢 除了這個之外 也都是因為七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 美國就跟中東石油 就跟中東國家合作 就說 我們將美元和石油掛鉤 因為 美國是全世界 入口石油最多的地區 嗯 那所以 就是其他國家 那 用美元 是 結算 那沒問題 你有客戶 最大客戶 用什麼貨幣 決定 那 正常 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 問題是美國 不再是石油的 最大輸入國 而且 反而是石油最大的生產國 甚至在出口的時候 那個問題是為什麼我還要繼續用美元去做結算呢 而全世界最多國的兩大地區 應該說是石油的輸入地區 包括就是 一是歐盟 一是中國 還有第三是日本 你照計日本一億多人而已 不是很多 中國十四億 然後 歐盟那邊就五億人 你 歐盟那裡 不是三億人左右 歐盟三億人左右 歐盟的市場 是的 歐盟三億人 歐盟那裡 如果歐盟 就是它一直缺有 而現在 俄羅斯作為世界 其中一個最大的能源輸出國 它去用歐元的時候 它可能會開始起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 喂 中東國家你用歐元 歐元好東西 捧高歐元 不再用美元 那麼 那麼 當你 如果其他的 所有國家都一起捧歐元的時候 那麼 歐元的地位 令到歐元的地位 比美元高 的話 美元那個霸權地位 就出問題了 嗯 那麼美元霸權一七問題的時候 美國就會想 我要打 我要打第二佬 打低歐元 而不是對 將馬力學對著中國 或者對著俄羅斯 而是 打歐元 打歐洲 那麼 如果你美國和歐洲 這一 打起來的時候 當然不是真的打仗 去打上來 就是用其他 的 就是 貿易手段 金融手段 去打一些貿易戰 等等那些事情 的情況之下 那 就不可以離間到 美國和歐洲的關係 嗯 而如果這個離間計 是成功的話 就不像可以令到北約瓦解 我就覺得 一北約瓦解 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最開心的就是俄羅斯 嗯 而且也可以令到 你將美國的視線 轉移到歐洲 減輕了美國對中國 就是 那個麻煩 嗯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陰謀論 OK 好 我自己看 這個不只是陰謀論 我覺得是真的 是啊 Sir你先說 你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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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哦 是 是 是 這個 這個呢 有些帶頭大哥的作用 為什麼帶頭大哥呢 這一筆 就用著歐羅斯 歐完先 我們續續有來的 朋友不朋友我們啊 你歐完搞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了 不要再給老美的美人玩 玩而已 現在 你 石油 如果是用老美去交易的話 喂 不一樣給他玩 現在我幫你整條山路啊 我又給你 你啊 我就把你的錢 印出來的 當是錢 那大家有辦法談 這筆不夠啊 我幫你睡其他地方啊 我就算睡不到中東啊 我自己也還有第二筆來跟你聊 喂 大家Friend底 有辦法談啊 你又這麼缺油 整個歐洲都沒有油 嘩 這樣讀一讀 咦 第一筆都已經這麼有誠意 第二筆有好處啊 如果歐亞大陸是我們的 老美插不到一隻腳進來 咦 好像這個歐亞大陸 大家一起一體化做事 你們的聯合聲明都說了 又搞一帶一路 又搞人對命運共同體 有好處啊 還有 留回老美離開他們 離開歐亞大陸 老美搞這麼多年搞這麼多事情 在中東搞這麼多的火頭 都是要把歐亞大陸的控制權 現在我捧你歐羅 你那邊就威了 我那邊就做著製作 但是我們日後也可能還有 譬如我們人仔 日後也有機會繼續上 我捧你歐羅 你日後再找個機會捧我人仔 這樣 大家有辦法談 總之一起飛起你老美 這樣就天下太平了 還有其他的 還有剛才我回應一下 其實真的不一定要用歐羅 甚至大家如果說 譬如假設 譬如俄羅B 不是想全部依賴人仔 人仔那邊又說 不是覺得這個老佈 上落都很大 這樣 其實可以簽一些貨幣互換協議 那已經間接著 鎖死了那個價格 所以其實這次 擺明不搞這件事 而去用歐羅結算 真的打一張 真的見你做萬指 就打一張五萬給你 擺明給你上的 還有就是那樣 幾個大國 法國佬的 就肯定想做亞一 在歐洲 至於這個 只要跟俄羅B 德國北溪二號 又不用管美國佬 通回 通回之後還有什麼 將來整個歐洲 中轉站就是在德國 那些天然氣 大家都爽 我為什麼不跟俄羅B 都要他們談 加回給阿Sir 我自己覺得 用歐元 是很高智慧的做法 剛才A軍和B軍 都分析得很對 但是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我們其實是想 大家一起共贏 人類命運共同體 因為我們國家都說了一句 我們是不會稱霸世界的 其他國家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不是稱霸世界 我們只是想好好地做生意 我賺少一點 其實沒有所謂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 東澳 東澳的時候 大家看我的節目 都知道 我們都看到 整個東澳 用了三十多億美金 相比在其他國家 俄羅斯用了幾百億美金 日本也用了幾百億美金 南韓也是 這些情況 其實就是看到 我們國家 其實賺很少就可以了 你看看 在內地生活 其實我們每個人生活 都覺得很開心 當然有很多有錢的人 他們可能有幾千萬幾億都不 但是在內地生活 簡簡單單 普普通通 人民過得安逸的話 一萬幾千就已經夠了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其實賺得很乞幾 很乞幾 不是說 大花一筒 我一定要拿完 贏完完 有機會賺的時候 你去賺吧 對不對 你去賺沒有所謂的 我穩定 我自己的幣值 穩定了我的人民 令到人民生活過得好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這次呢 整體來說 覺得是一個 胡同有無的 你想怎樣做 你也展示出一個誠意出來 我是不想開戰 烏克蘭的問題呢 西方已經吹風很多了 剛才多謝A君提醒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2月4號彭博 彭博社出了這宗 流料的新聞 因為那一天 大家知道我剛剛回來內地 我那天真的忙到頭都大賣 不是啊 直到現在呢 體力都未恢復 可以這樣說 因為實在真的太疲勒 哈哈 未停過 這樣 扯到這麼盡 是啊 沒辦法 喂 隔離嘛 我七個小時才能過關 美滑了 來到那時候有看東奧 晚上有很多事情做 有時候甚至做到兩三點 電腦又有少少問題 嘩 每樣東西都堆過來 遇到香港疫情 今天呢 614宗 一會才聊 等A君走了之後 我們繼續聊國際線 喏 合則兩例 我們大家一起去合作 老美 你的資金出現問題 資金鏈出現問題 其實老美 那現在要收割了 我們也知道 其實今年裡面 可能會加七次息 但是我相信呢 就不會加七次息那麼多 這個是吹的 吹一吹就其實OK的 但是的時候呢 整體上高 我們看到老美 其實還是想在這裡搞搞震 只要其他地方有問題的話呢 那老美就自然會收割的 因為這個配合到 他那個 去收緊他的貨幣政策的原則 當他收緊了 那其實呢 整體上高 如果其他國家在發生戰爭的時候 他收割就更加容易 割九菜 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那這次來講呢 就是整體說 喂 大家一齊來玩 對了 我們一起玩這個遊戲 老美你想玩 你繼續用軍事就去玩咯 就是我們看到早期的時候 其實去到 就是東盟的時候 都 泰國 是不是 跟著的時候 還有馬來西亞 印尼 其實都對他 都對 布林肯是非常之冷淡的 甚至是搬逃而閉的 那老美再想玩這一招 中東都不跟他玩咯 就是現在世界上高 似乎在這裡孤立著的 不是中國咯 是美國在這裡自我孤立著 因為你永遠都是用 喂 發動戰爭啦 喂 搞他啦 就是用這些手法 去煽動你其他所謂的盟友 其實 就是擺明這些不是盟友 這些是Lan來的 煽動那些Lan出來動手 那有什麼用呢 難道每個人都聽你說的嗎 喂 我現在有那麼高那麼大 我人民生活又不錯 我為什麼要理你呢 是不是 所以我整體來說 這次 整個 中 中 俄的聯合聲明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 如果可以的話 運一天專門和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 是有很多很深入的地方 可以和大家談的 尤其是在北極 西伯力 力量 這些方面 和中俄的合作 和他的 上合經濟組織 對於所有的成員 怎樣可以得益呢 其實做生意 賺錢就好 搞那麼多 地球都搞不完 你還要有一個 這樣的老美出來 搞那麼多戰爭 不要玩 和平共處 他想玩戰爭 就在自己內部 玩完 他自己國內 真的有很多美麗的風景線 好好地 祝福他 在美國 玩多些美麗的風景線 那就正了 不要在歐洲玩 不要在東歐地區 或者中國 俄羅斯附近去玩 不要玩 這些東西 少一些搞的最好 好 有沒有補充一下 B君 B君 俄羅斯那邊 是 是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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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俄羅斯 這次 其實這年來 俄羅斯的戰爭 無論是在中 打敘利亞 那裡 還有土耳其 還有一百俄羅斯 剛剛最近的 克斯坦 之後 現在還有中國 俄羅斯 普京的整個局勢 去打牌 是非常漂亮 所以 這次 歐洲 最近 和歐洲 法國 德國 和烏克蘭 四國一起 聊聊完之後 大家說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Happy 不要搞烏克蘭 然後再和中國 說這個國家 我們用歐元 整個 整個格局 看到俄羅斯 那個外交手段 非常強勁 不得不佩服 厲害 嗯 相反來說 美國現在的局勢 基本上 現在 拜登上台 一年多之以來 都不知道 搞到一盒譜 基本上 個個的外交攻勢 都是失敗的 嗯 嗯 嗯 現在 再動 這個 美元 霸權 的話 應該 都很大活 所以我們 都看 美國的資本家 如何應對俄羅斯 這次的出招 嗯 嗯 OK 我給你 這次 先回答 一點點 然後給你 這次不是俄羅斯 那麼簡單 是中俄一起出招 好 再給你 請說 那 再數一下 這個 盟主 不是民主 是 盟主 民主的倒塌 民主的倒塌 OK 這個 這個盟主就無謂說了 我當是獨秘刀的故事 那樣 總之這個盟主 前陣子 自從 黑開有條路 自從 他在 土耳其 想搞 阿爾多安 搞不定之後 就失去敘利亞 沒有了敘利亞之後 跟著 又要沒有了 這個 阿富汗 跟著 現在又沒有了 這個哈薩克 我已經不跟你說 搞了這麼多年 這個波斯王子伊朗 搞到 越逼伊朗 就越黏了 中國和俄羅賓 你其實數一下數一下 根本整個版圖裡面 可以說 它的版圖 控制的地方 是越來越縮 如果還要數 就是數一下 今年年初的時候 這個中東幾個國家 一起過來 跟我們 中央 去聊天 亦都可以顯示到 好像很不定那樣 再加上 前陣子 是有用的 所以其實以前 老美就知道 沒有有用的時候 就要由非洲和中東進去 所以中途攔截一招 全部要用 美元去做結算 那就變得很開心 但是 現在 俄羅賓又說 整條北溪2號 過來 這個德國 跟著 其他那些中東國家 又開始想 是不是還要用老美去搞 於是 就開始 現在歐洲那邊 都不是那麼老禮了 但是這個盟主 也都對歐洲那裏 施展了很多戰招 第一招戰招的 當然 這個法蘭西裏面 那些黃馬垮事件 黃馬垮搞這麼久 你不要告訴我 老美無關 好了 跟著 北溪又起到九成九 一個 麻煩不讓你用 就不讓你用 你真是吹 只是數回這兩件 都已經知道 歐洲大陸裏面 最大的那兩個 都開始對這個盟主 嗯 整理的制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說 整個歐亞大陸裏面 開始 盟主的地位動搖了 搖了很久 不是很穩 不是的 隨時倒閉 好了 倒閉了這個 再加上現在 藉著烏克蘭這一招 動了你的美元霸權 開始而已 這個 真的見你做萬指 打赤五萬給你 可能將來陸續有來 開了這個缺口 隨時中東國家說 不如我一部分用歐羅結算了 那你就真是大鬼 是的 動了這個美元霸權 剛才說的那些 倒閉的地方 有部分軍事上 是盟主失守的 現在動了你的美元霸權 你都很大件事 至於科技是怎樣 老實說 老美科技 還是有強橫的地方 但是已經不是壓倒性了 大家都知道電訊是怎樣 再加上這次東奧 我們正在展示了一個新的中國 就是告訴人 我們不單只好像我們2008年那時候 推銷我們的五千年文化 這次直接告訴你 這個是現代化的中國 搞到真是 現在可以說老美三大的絕招 軍事科技和這個美元 逐樣逐樣從軍事開始就回落 現在就動了你的美元霸權 然後科技方面也可以看到 阿一的地位已經是逐步逐步被動搖 可以說這次 盟主 嘻嘻 跌下來 有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要說東奧 我對東奧也有少許看法 這次是藝術和科技在一起 還有 是儘量顯示到 我們是很簡約很低調 還有很有文化氣息的 跟2008年的北京奧運 是完全兩個情況 2008年的北京奧運 其實是非常奢華奢侈 是一個大國的風範 現在我們是一個強國 我們不在乎 我們是不在乎的 我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因為你說什麼 其實我們就做回自己 我用什麼理你 2008年我們要給世界認識 對不對 2022年 14年之後 我們看到的中國 是什麼中國呢 這個中國 就是完全一個 令到大家很震驚的中國 我只用一張床都打贏你了 對不對 對 我又想插一句 2008年給世人看的是氣勢磅 是 今年給世人看的是政治精巧 沒錯 沒錯 嗯 嗯 不只是 剛剛最新的新聞 剛剛我們錄音的時候 星期一 九點幾十點鐘的時候 最新的新聞就是 馬克勒去了俄羅斯 準備會見普京 嘩 動手了 動手了 所以真的要初八出 所以我們提早出 不知說什麼 不要緊 星期五再談 星期五再談 可以的 星期五再談 看看馬克勒將會 什麼 這次呢 就是我們中國 這個 不是 崛起這麼簡單 而是已經崛起 我們根本做回自己的事情 我看很多西媒的時候 都在說 喂 喂 中國好像這次不太鬧世界 怎麼看他 沒錯 我用鬼鬧你嗎 難道我隨著你的指揮棒起帽 當然不會啦 不要想啦 這件事 北京東奧只是最好的一個表現 各方面 贏到開了河 花的錢又少 即是證明 你們很多 是亂花錢 還有西方太貴了 中國太便宜了 你不跟中國做生意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 人又有錢 做生意又便宜 這個就是基本看法 好 我們星期五 再談國際線 接著我們 我們差不多要談香港線 因為已經過了差不多 40分鐘了 香港線 B軍備席啦 那我就先啦 拜拜 拜拜 B軍備席 工作關係 那麽壞的時候 就沒辦法 我們跟A軍 就要談談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疫情 在今天 2月7日人日的時候 唉 幾倍 614 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整個人都愛了 這一個我們也收到很多朋友說 那些官員做什麽 那些立法會議員做什麽 他們究竟想怎樣 想令到香港變成一個什麽的香港 那這個層面 我們覺得都是要談一談的 抗疫防疫 給了這麽多好牌給他們 始終都是不管 A軍有什麽看法呢 SIR早幾天都已經做了 關於這麽多位議員聯署 就說要搞下這個 全民強檢 其實呢 講到口臭都是這樣說 為什麽不搞呢 根本就不需要禁足令 都可以做到 嗯 其實以前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麽有關部門 就是阿頭啊 香港的阿頭啊 竟然會把兩樣東西 今時今日還在綁綁著 為什麽會這樣說 人家的地方 不要說錯 這個是特首才可以說的 我不會這樣說的 中國啊 曾經有些地方出過事 結果是怎樣 精準地去做這個強檢 那個位置是多少 可以說這麽久以來 最小的強檢的地方 220公尺 220平方尺 的一個地方 然後旁邊那裏 已經可以讓你自由出入了 其實你只要有配套 就是你林鄭最不想搞那個 就是要搞那個 追蹤 嗯 當然啦 你不搞這件事的話 你搞一下其他那些 黃馬、綠馬、紅馬 可以不可以啊 你有幾多東西跟得到的 你做著這件事 令到做什麽呢 就是可以更加精準地去做到抗疫 你現在弄一塊這樣的東西去強檢 那塊強檢那個東西 不是強檢 建議你去檢不是強檢 是錯了 太生氣了 你弄一瓶這樣的東西 你有病徵問他去拿 拿完之後不用上報 老實說 如果我要上報的話 我就要告訴老闆聽 我要離開一會兒 有很多人 可以說很正直 會是這麽做的 但是有些人 會有很多考慮的 在那些考慮之下 天使魔鬼在內心交戰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沒有任何監管的 簡單的說一句 天使魔鬼交戰 他將自己賣身給魔鬼 聽完魔鬼說 驗到有事不上報 沒有人知道的 在這個情況會怎樣呢 我真的心底不好 天使魔鬼交戰 其實很多時候 你只要是沒有任何罰則的話 多數贏的是魔鬼 因為人是短視的 甚至乎 其實人的想法就是 我付出這麽多 為社會抗疫 我沒有回報 真的會這樣想的 到那一刻 結果是怎樣呢 一個人是這麽想 十個人是這麽想 一百個人是這麽想 就會形成一股力量的了 那股力量就是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自己不要緊的 我免得去驗 驗完之後 出現了事的話 沒有病徵 我當看不到 一定會有這批人走出來的 這個就是破槍效應 其實我發現 他這次做這個自願地 拿個套餐 是一個所有選擇之中 最差的選擇 這個選擇是差到 你什麽都不讓人更差 你什麽都不讓人 是不會助長到 一個人在天使魔鬼之間 但是你告訴他 你做天使的話 你會隔離二十幾天 全世界沒有任何的認識 你做魔鬼的時候 可以爬爬烏蒙運過關 等同告訴別人 等同告訴學生 現在有考試 你可以任意出貓 我不捉你的 一樣的 你每次都不捉 結果是怎樣 養到那些學生 不會想著 怎樣勤力讀書 怎樣勤力抗疫 我掩耳盜靈 我想怎樣出貓好過 結果是怎樣 個個都出貓 成績就下了 你校內市 自己就可以說自己化險為宜 出到公開市 爺爺看到你 全世界看到你 不就是這麼多人掩飞 你現在的做法 你派這些東西出去 老實說 A軍是覺得 你不如不要派 因為你 是令到更加多人 在魔鬼和天使之間 會容易選擇了魔鬼 而你是沒有控制 然後就會越來越多人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不要經常提魔鬼 不要經常提魔鬼兩個字 都會被人忘了 這些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很謹慎 因為油管的整個監察 是強了很多的 OK 因為我們要正向些去說 不好意思 只是你提一次沒所謂 但是你不斷這樣提 那就有問題了 OK 我們現在繼續再說 就是有一個情況 我自己感覺到 就是 整體來說 香港就應該做一件事 就是 你不要浪費這些錢 因為每一個 你這樣的快速檢測 檢測劑的時候 其實都要百多元的零售家 就算你多便宜都好 可能你五十元一個 你訂了一千 其實訂了五億 這些有沒有真正的效果 其實是沒有的 我覺得現在 是要有規劃性去做事 不可以是沒有規劃性 這樣隨便去做 我接到太多不同的訊息了 包括我有一條片 就拍了的 同一位小市民黃山 希望我節目 這個好孩子節目出來之前 我就是把這條片扔上去 因為現在正在審批 因為被人忘了標 那時候呢 要做一件事 就是 現在很多市民 其實對於整個疫情 是沒有方向的 而且操作是非常之混亂 混亂在哪裏呢 是前線根本就不知道 在決策 那群人裏面究竟要做些什麽 他根本不知道 譬如很多人說 我現在要去發速檢測 我遇到這個情況了 那我現在呢 是要去醫院還是不去醫院 其實呢 在我們的群組裏面呢 都扔了一段對話出來 是令到我們看完之後 眼睛都突然 是哪裏有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 你想怎麽做先 這一個呢 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上面的命令 沒有辦法很快地傳達到下面了 那變成你上面 上層的人士 上層人士自己說 下層的人士呢 就根本不知道 你在這裏做什麽 因爲可能 都是看新聞才知道的 所以這時候 整個規劃上高 是有很嚴重的問題 還有這次是應該有問責的 因爲我們也看過 其實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 614單這個數字 其實你去看回 明天又會有一個新的數字 可能大家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已經到八百幾單 甚至九百幾單 甚至過千單都不對 那這個數字代表什麽呢 就是之前早期的時候 當歐美窮來到香港 開始發酵的時候 我聽過 這個防疫的記者會 抗疫的記者會 裏面所講的 就是說如果超過七十一單 社區就已經大爆發了 現在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現在不是失控是什麽 你只是說嚴峻 接下來有消息我們都聽到 特區政府要做一件事 就是說連五市都要停了 你五市停 晚市停 那你就是整個市場 阿Sir 確認了嗎 這個 未確認 我全民 未確認 未確認 我剛才說 就是這個全民 這個全民的時候 不知道是怎麽樣 如果是這樣 其實 你現在 在外匯儲備上高 有四千多億 接近五千億的 我問那個數字 在最近 2021年的十二月底的時候 有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好像很厲害 但是問題來了 香港人 即是 我們是想 自力更新的 我不是想去施捨的 而且你可以給多少錢出來 那也有朋友跟我說過 喂 我們現在的特首 究竟 是不是 就是 陽奉陰違 或者甚至激一些的話 很多網友跟我說 我現在很肯定他是黃的了 那這件事很敏感 是不是 對 對 很敏感 但是真的 很多網友說 喂大衛sir你可不可以幫一下我 我真的覺得是要發聲 因為現在整個社會上高 好像看不到有什麽人出來幫忙的 究竟要怎麽做呢 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真的覺得 特區政府真的要好好地去解決 不去解決的時候呢 我相信很嚴峻的 還有呢 該問責的 就要問責 連隨英偉 都可以問責 為什麽陳肇始 為什麽某一些自稱我要抗疫 不去北京去看奧運 不需要問責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不是 就是我不指名道姓 指名道姓 指名道姓會令到某些人尷尬 但是陳肇始要問責很正常 不去北京看奧運 各位都要問責也很正常 是不是 同意加一 各位觀眾應該很明顯 俄羅斯這麽遠 俄羅斯這麽遠過來 看完奧運 都可以回去繼續處理烏克蘭的問題 你為什麽 花兩天時間都不行 我不明白 現在有很多傳聞 我會再去做特首爬馬仔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個傳聞是很正的 現在可以看到 他想連任 不用想了 想什麽 現在擺明 本屁 是不是 不用連任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B君一定要備職 我是說得太敏感 太敏感了 實在這個話題 是不是 我覺得 我講的是責任誰屬 還有你看回每一場記者會 我每一場記者會 我其實都是在聽著 我在聽著 那三位醫生 包括張竹君醫生 醫管局的總監 其實都很無奈 他唯有去宣揚回政府所宣揚的東西 是我是他 我辭職 你明知道現在搞到這樣 你都不可以停了 我還搞什麽 我明知道你政府做那一套都不行的 除非你真心應徒 你又高薪口露 但是你又知道 現在這件事很嚴重的 你跟我說沒事 只是嚴峻 失控 現在是 不止失控 連張竹君都說 有些地方我真的不再報了 重複 我報來完全沒有意思 說來也沒有用 不戴口罩的 繼續不戴口罩 覺得自己沒事的 那這些是什麽 所以這時候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哇我最近有些 有我的微信的 一些網友的時候 真的在問我 喂 怎麽算了香港 包括有些是內地的 有些在香港那裏 又想回來內地那些 現在是 十點鐘開始抽籤 大家就鬥快 八百個位 你就看誰快 五分鐘之內就沒有了 八百個位就沒有了 那你怎麽算 疫情這些事情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怎麽說 A君 我就聽聽你的意見 你看 我沒有罵到人 我沒有罵到人 但是我已經表達了 我的感情出來了 是 是 剛才就說問責 那我就不說問責了 怎麽補獲先 是 你有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告訴我 你怎麽樣亡羊補爐先 喂 我已經不想震前逆帳了 剛才說要陳女士去負責的話 可以 震前不逆帳 你做到一批東西 你都要動在這裏 我免得那些人說 我轉了電郵 譬如說 聯絡開那個 突然間走了很多 到時就有很多很濕性的東西要跟進的 大家都試過 聯絡人突然間轉了之後 多痛苦多無奈的那款 好 你為了這個原因 不滿稅 沒有問題 你叫他交出個稅印 他將來做聯絡人算 交出個稅印做什麽 給一個懂得帶兵的人 去打這場抗疫戰 古代打仗就是這樣 香港 誰在做主稅 沒有 誰在做 我看不出 有 特首 誰 特首 特首就是主稅 如果找一個不是醫科出身的 去做主稅的話 我沒有信心 沒有 他是要出來 他是要出來說 你出了他的帳 去到那一刻 我要你做一個決定 到底是繼續去加大 這個堂食的禁制 還是說要做一個全民強檢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個科學的決定 不行 我看不出他有 好了 無厘頭 告訴我 把全民強檢和禁足令拉在一起 喂 你有沒有看新聞的 搞了幾 搞了一整年 我們又要重複一件事 現在不知為何 我多過一個群組 就會說 哎呀 鍾南山都曾經說過 說這個全民檢疫 是天方夜譚 還是遙不可及 something like that 喂 鍾南山沒有這樣說過 假新聞 鍾南山在2020年11月的時候 是說 香港當務之急事全民檢疫 嗯 沒錯 沒錯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他是出席了一個公開活動 那一個是關於一個檢疫的一些實驗室 的一個服務員 的一個活動 跟著他還要說 中國的抗疫成功是靠兩個板斧 一個是四組 早發現早治療等等 跟著一個是打疫苗 早發現是四組的第一個 早發現 早隔離 早治療 身份 可以 早發現是這一個 喂 那 那 那你有沒有 其實我想說回 你 鍾南山說明 多務之急 多務之急 是這一點 一年前說這一點 去年都說 早發現 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那為什麼你不跟著 還有 如果你告訴我 是什麼技術因素 什麼政治因素 等等 你去年沒有做 2020年 前年 2020年你沒有做 我猜聲吞了它 2021年 11月的時候 歐美窮爆出來 隔了一年 現在還要去到一年兩三個月 你完全沒有準備過做的 沒有的 看不到 14個月時間 沒有 好 我告訴你沒有 說錯就錯了 14個月時間 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還有一個 很好的 零確診的時候 這個不關資源問題 這個是關你有沒有準備的問題 但是那個準備 大家都知道 疫情是會反覆的 還有 歐美窮打響了個鐘 打響了個鐘 你都沒有做準備 沒有 好 好 我當你真的沒有做準備 那你現在告訴我 怎樣 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 碎印給鍾南山 然後你只需要調配資源 可以的了 我也知道你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想有一個能力更高的代替你 嗯 多謝你的意見 我們會積極考慮的了 但是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不積極考慮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上輸了很多次 叫這樣做 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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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起 你不要代入得太厲害 我帶一回答 其實我們所有的醫療人員已經很盡力了 其實市民也是要有責任的 如果市民肯聽聽話的話的話的話 這次疫情一定我很有信心可以解決到的 所以請放心 好嗎 這位市民這位記者 多謝你 是繼續 我可以了 是 我也看到醫療人員是很盡責的 我現在不是說醫療人員的問題 我是說主帥 即是你的問題 至於香港市民 你已經被你搓得完 禁得扁 你說禁六點鐘堂食 就禁六點鐘堂食 現在很多人每天都在叫外賣 叫外賣咬到你都會惹 其實香港人 之前還可能有很多人走出來說 反這件反那件 你現在在街上 你排了這麼多日隊 有沒有人在排隊的期間搞事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搞事的話 其實已經是有社會共識 那個人一定是會被人 不知道怎樣去處理的 所以現在鄉島的人 是非常配合去抗疫的 不過問題上又是那句 我不知道主帥做什麼 主帥你做什麼 其實我們的所有前線醫護人員 都是很盡力地解決問題 我會把你的問題 交給陳凡局長 或者陳肇始教授 等等 讓他們去解決問題 抗疫 這個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動態清零 也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某些地區可以做到 其實是他們自己的事 與我無關的 你要找回 就找回似作俑者 似作俑者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解釋清楚 究竟誰是主帥的 這些與我無關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主帥 你是不是不懂中文 似作俑者 是用在負面的字眼上的 那個不是似作俑者 似作俑者 就是搞這件事出來的人 而處理得好這件事的人 不是似作俑者 你中文是不是肥佬 考第一的 是的 有關的評論 我是不會回應的 多謝你 就是離軍 那也是的 連中文都不懂的 我真的覺得 沒得跟你再談 主帥 我再重申一次 可能剛才我講那麼久 你不是很懂得到我的點 我的點是說 我是要換你 不是換前線醫務人員 你說前線醫務人員多好 我同意的 我是說要換你 清不清楚 是 不要那麼驚 會被人黃標 我不是說要換你特首之位 我是說換你主帥之位 因為你不是那科出身 不是那科就不要做那科的主帥 明白嗎 你把稅印交出來 你只需要在資源上 配合那個做主帥的人 就可以了 我就說了 我剛才是扮演員 這個將會是我們特首的回應 這個真的會是回應 他通常都是這樣回應的 有沒有錯 是不是 還有他表達自己的感情 連此作勇者都說了 真的覺得是拿了精髓 是啊 真的是精髓 還有的時候 你不記得嗎 他說他不戴口罩解釋 那時候全場用英文 多流利 就是作為一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最高領導人 你要去表達自己的感情 用英語去表達 是會順暢用中文的 還有的時候 就是整天笑笑口 疫情越嚴重 你再少得越開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可不可有解釋 到現在沒有解釋 完全沒有回應 就是當沒有做的 那我們唯有看看 就是他行政會議之後 看看怎麼說 雖然的時候 節目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說了 那我們都會找 阿鳳Sir 跟大家聊一聊 這些相關的議題 因為最近很多人和我一起 經過相關的議題 真的太多了 就是其實呢 我們可以大家知道 我們大家知道 現在目前香港市民 第一 賽價真的貴了很多 見到100元一斤菜心 真是一斤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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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很多已經是懷疑自己染疫的人 這個情況 需要照顧的情況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 第三件事 你要這麼多人下去 強制檢測 你下面的整個團隊 是混亂不堪的 這個我們會看到 打仗當打得不好的時候 就是照回來 接著的時候 派個其他有能力的人 去擔任主稅 這個是必須的 我認同A軍所說的 這個是必須的 不要讓他再繼續禍言下去 如果不行的時候 就轉人 是不是 現在這一刻 其實這個疫情 還未搞定 那我們要盡快去把它 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一個重點來的 領導者 始終是最重要的 震前易衰 也都自古 至今都有的了 不是說不可以震前易衰 這個是一個謬誤來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的時候 我就期望 今次 我在這個節目 其實接下來 每一個節目 我都會呼籲 中央 或者中聯辦 出來幫忙 去協助香港人 處理和解決 相關的問題 是 如果不是的時候 特區政府 現在是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去解決現在疫情的問題 當你的數字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 我們中央政府 會出來 去處理這個問題 要不要每天到一千宗 才是一個臨界點呢 我其實看到 距離一千宗 其實真的不遠 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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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一萬宗 接下來 我有朋友都說了 周柏展醫生 其實提過一件事 你看到現在社區感染上高 是幾百宗 三百宗 其實計算數 每天檢測的數字 是多少 是不是 你真真正正可以做到的 你真真正正可以做到的 你的隱藏傳播鏈 和你的污水渠那邊 已經發現了 不少這些病毒在這裏 那你如果全香港人 我自己感覺到 就是可能已經過慢 甚至不斷的蔓延開去的了 沒有一個地方是淨土了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為什麼不去做一些防患備燃的措施呢 A君不好意思 交給你 突然間想去寧丁島 不用了 回來中山 回來深圳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怕要寧丁島上探寧丁 寧丁羊上探寧丁 是 寧丁島上探寧丁 不過呢 剛才的阿sir 真的覺得對 其實現在呢 我都不覺得有哪一島 是可以讓你夠膽說安全的了 沒有啊 香港地方沒有 沒有 去回剛才那個 你 你不懂做主稅的 就交個稅印出來 你最多調配資源 做第二個角色 你不一定要做將軍 才是拿榮耀的 你做一個後勤補給 都一樣是可以的 最後呢 我再做一個比喻 當年呢 的國民黨兵 對日本 對日本兵 被人打倒了 到最後 只是能夠大部分人 好像現在香港那樣打游擊 嗯 好了 日本兵遇到美國兵 結果呢 當然是輸了 好了 跟著美國兵 再對我們中國的人民解放軍 訓練出來的義勇軍 哈哈哈哈 我們一樣可以打贏回 這一批的美國軍 嗯 但是我們如果計軍力的話 其實我們 當時的軍力 未必好得過 最初跟日本打的時候 因為打了幾年內戰 很傷 嗯 好 但是為什麼 同一批人會脫胎換骨 不是每個人脫胎換骨 是個主稅不同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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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國軍的時候 有心人 只可以打游擊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說 做好自己本分 做完防疫措施 有時間的就呼籲一下 對 是啊 現在最重要是總領那個人 中央出手 嗯 我們只做到這麼多 我們在打游擊 但是如果是懂得做事的主稅 就可以配得到我們去做的事 嗯 沒錯 沒錯 嗯 雖然考第一 你不是讀過科 你把稅印交出來 你做後勤支援 你調配資源就可以了 你不懂就不要做主將打 你會累到全部人被迫要打游擊的 然後輸了一場仗 所以呢 跳開這件事來說 我覺得他是不想連任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提法 他是極度不想的 那你看到那個掌先生 能不能繼續在中國那裡坐啊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 唉 所以這次這件事就是 大家真的要 很小心 面對著現在這個困局的時候 大家 齊心抗疫 最重要 那 政府可以做到什麼 我覺得 沒什麼 太值得寄望的了 唯一 唯一 就是寄望 中央來 解救香港 我覺得這個是民心 這個是香港的民心來的 就是我自己看到 你怎麼看 喂 A君 我除了同意之外 都不能夠 是的 除了同意之外 都不能夠說其他事情了 OK 好了 今天時間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完全同意這個 在這裡 在這裡 聽到嗎 聽到 剛才網絡一些問題 沒錯 我略略再說 現在 現在鄉島政府 不要緊 現在鄉島政府 如果你最後還是要做一件事的話 就麻煩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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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問題 網絡不太好 OK 好 A君 你那邊網絡一般 是怎樣 A君 A君的網絡 是 A君 你那邊網絡麻煩 你可不可以找個好一點點的位置 不好意思 好 大家等等 先等一等 先 好了 網絡差了一點 那我就 重新再打個電話給 A君 各位等等 先等 好 好 請等等 A君 可以了 不好意思 喂 喂 喂 我已經斷線了 我來了線了 好啊 你講一下 我來了線了 喂 我最後一句就是 唯一一件事就是 麻煩你鋪定這條路 給志願君進來幫香港 對 沒錯 這個是必須的 你那個志願君進來的時候 就很多了 我現在要找內地幫忙 沒錯 是啊 家人來的嘛 是不是 所以這時候 多謝A君 好啊 感謝你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A君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跟大家說兩句 總之 疫情之下 香港的情況 真是很嚴峻的 以及已經失控了 那我就覺得 大家應該做一個準備 希望 在不同的渠道 最重要不同的渠道 找你身邊的每一個朋友 去將有關現在香港的情況 告訴他 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跟中央表示 我們需要中央來到香港的救助 這是我們發聲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方向 希望大家的支持 可以令到香港 早點脫離疫情的困局 OK 好 今天的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